好 侯友宜是不是最佳人选 还要看美国的态度 纽约时报说侯友宜走中间路线 降低台海紧张 在棘手两岸议题上 认为他有如一张白纸 这是好还是坏呢 被期待在两岸问题上找出折衷方案 BBC引述学者 说侯友宜既反对一国两制 也反对台独 要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温和的候选人 那侯友宜的脸书18号 又PO出了他访问新加坡的影片 强调中华民国要再次起飞 然后也说自己拜访 AIT台北办事处前后有八次 正在评估访美的时程 那另外我还要请汤老师谈一下 目前我们看到中美关系 好像慢慢慢慢的 这个美国有软化 各方面的迹象显示 那在这个软化的情况之下 之前亮哥认为 下半年总统大选的氛围 可能会因为这个美中关系的软化 有一些戏剧性的转变 这个汤老师你觉得呢 我不了解亮哥说的 这个戏剧性的转变是什么 他可以等一下补充一下 不过我是觉得呢 你去看这个这次 这个拜登 他不是到了广岛 到了广岛以后呢 他原来还有两个行程 一个到那个什么新几内亚 然后另外一个到澳洲去开那个 那个quat 结果呢 他全部爽约 对 这个待会我们会谈 为什么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内部家里面的事没搞好 对不对 那你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这个东西伤害很大的 所以这个汤老师你看 美国的选择会比较倾向哪一个 目前啊 我是觉得说 可能美国的选择呢 它是倾向绿营的 意思就是说 他们觉得要 他们这个绿营的呢 比较能够跟美国配合 因为他跟北京根本就断绝往来 配合度起高 配合度高得不得了 对不对 那当然美国喜欢啊 那可是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在于说 如果拜登的这个情况 也就是他内部的这个 家务事 如果说一直搞不好的话 那是不是要跟北京这边 要有一些这个缓和的这种迹象 那如果说要缓和的话 那赖清德可能又不适合了 因为你太冲了 虽然你现在在洗白 可是大家都知道 你就是台独今孙嘛 你搞来搞去 还是抗中保台嘛 你还是在抗嘛 而不是在和嘛 那现在和是谁呢 就是说除了你以外的 其他人都在和 就是他一个人没有在和 那差别就在这里嘛 那所以说 这里要看这个整个大的 这个形式来观察 到底你是和比较好 还是抗比较好 那现在呢 在这个过去以前呢 这个抗 也就是说抗中的这一块 比较获得老美的支持 可是呢 往后不知道啊 万一美国 他本来就要跟中方 要有一些什么样的缓和政策的话 那你还抗什么抗啊 那你抗的话 老脚一脚把你踢开了 所以说了 他很听话 我要你不要看你就不能看 对 没错 所以说他现在这个转变啊 我觉得他也是闻到了 这个老美现在已经开始 他们那边有一些变化了 那所以说他才开始转变了 那他转变的话 当台南市长的时候 脾气很牛的赖清德 对 我说你变来变去 你根本还是原地踏步嘛 因为原本你看啊 我们从去年那个年底的选举开始看 他原本是抗中保台啊 结果大败 大败完了以后呢 他就和平保台了嘛 那和平保台了以后 那个时候赖清德先接主席嘛 那先接主席他就说啊 我们遵从这个蔡英文的政策 对不对 那等于说你又回到抗中保台了 那后来呢 他又接了这个候选人 那接了候选人以后 他就又开始和平保台了 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 接候选人开始到现在 他一直在洗白 就是把他的绿色的这个色彩啊 就一样一点一点一点 把他洗掉 然后一直绕绕绕绕绕 绕到后来现在又出来和平保台 可是呢 他这样子搞来搞去 大家我觉得明眼人看得非常清楚 他们本质上根本没有改变 你比如说你现在选钱 马上这个兵役延长 就是在明年一月一月的时候 你现在高三的你就准备了 好了那你这个东西 你会不会 你是不是嫌你的票太多了 是不是啊 好那你跟老美 老美派两百个教官来 那你们还欢迎 还有呢 人家说你要每个人拿把 什么AK47的 蔡英文还跟他见面 还有什么班勋章 什么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我们觉得大家都看在眼里嘛 那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就是在准备打仗嘛 而现在我还要讲一点啊 这个民进党所说的什么豪租啦 什么这个 啊这个 这个这些政策啊 这些东西啊 不是老美要的 老美要的是要我们台湾人去当炮灰 这个才是他最主要的目的 你如果说当豪租的话 那是形成一个所谓的恐怖平衡 恐怖平衡就是僵在那里啦 意思就是说我们上面的就不要动了 大家就是生活在恐怖底下 就像欧洲以前的东欧跟西欧一样 他们在因为有原子弹 有核子弹 所以说呢 他们形成这种所谓的恐怖平衡 那恐怖平衡的话 就是上面一直有一个这个平衡的机制 可是还相对恐怖的 可是他不打仗 可是老美不是这样啊 老美是说要你们赶快上前线 你去给我冲锋 你去给我当炮灰 这个才是他们的主要的目的嘛 那这个目的那当然只有民进党 他会配合 其他的政党 我倒觉得说 他们可能在这个问题上面 都不见得跟美国是完全配合的 所以说这里面的差别就很大了嘛 那你要这样搞的话 那当然那我们去看看嘛 看看说到底是 你说的什么自由跟专制的这个抉择 还是说和平跟战争的抉择 那这里面很清楚嘛 当然是和平跟战争的抉择嘛 这还要说吗 所以说我觉得他们的这些做法呢 虽然现在有了一些些的这个改变 可是呢在本质上 他们根本没有改变 而这种状况可能也要受到外环境 也就是这个整个大环境 这个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这个关系的 这个变化来做改变 那所以我是想说 这个话我们应该要讲得很清楚的 就是他们现在的这个做法 我觉得现在虽然在调整 可是呢还是没有改变 好我再讲一下这个侯友宜可以吗 好侯友宜我这样想啊 因为他现在已经这个 可以说也定义一尊了嘛 那他应该怎么做呢 第一个动之以情 第二个说之以理 意思就是说我今天 我已经站上这个候选人的这个地位了 那当然我要去动之以情 让可能以前对我有意见的人 对不对 让这些人我来感动他们 而且不是要光感动啊 你还要说之以理啊 你说我为什么我今天要走上这条道路 我有什么值得让你们来支持的地方 要把它讲清楚 那这个东西我倒觉得说 你觉得现在清楚吗 现在他还没开始啊 就是就是不太清楚嘛 就是就是像柯文就讲的 大家也不知道他要干嘛 对啊对啊所以说了嘛 因为我觉得啊 那个朱立伦这个主席呢 他其实他说这个 郭的民调一直都都比较低 而且他是做到什么 5月11号12号啊 做到这个时间 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没错 为什么 因为你郭台铭你在造势 侯友宜没有造势啊 那你是不是应该把 用这个两个人都还没有造势的时候的 那个民调来做比较 那如果说你造势他没造势 那这样的话 那当然就我觉得也不太公平 对但但不管如何啦 我觉得就像张浩康讲的嘛 本来事情很单纯 搞到现在搞到那么复杂啊 对不对 本来可以不需要有这个伤痕的 现在这个伤痕深深的切下去 但是已经造成了 像汤老师讲 接下来就要看侯友宜了 动之以情 要睡之以礼 特别是我们看到那些之前挺郭的啦 还有包括郭台铭本人啊等等 就看侯友宜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把他们再拉回来 我们可以观看 台湾